女生 跳舞 她在跳舞 她在跳舞的時間 我一看到她上台 她就像台上巨人 她叫我爸爸上班 小心 之後多了問爸爸今天有什麼做過 我說不是每天都有的 會救人、會幫人 我叫黃耀祖 是一個消防員 也是一個爸爸 以前是媽媽管 娶了老婆就老婆管 現在女兒也管 有可能她會說 童童我拿一陣子拿一陣子很快回 那兩個小時後她還沒回來 我唯有打電話給她看看她在哪裡 只是擔心我 爸爸剛才反而你不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 你又不可以出牢 刺激著他 我小時候不可以管著爸爸 爸爸又要上班 我希望他安全地回家 令童童這麼擔心 源於一次意外 我臉還二級燒傷 我還錯過了她第一次的跳舞比賽 她還錄了一段片給我看 她說我會努力的 爸爸 我明天拿個獎回來給你看 這樣 最終她做到的 那次的比賽她拿了個金獎 爸爸 謝謝 她經常都跟我說 爸爸 為什麼你不多生一個弟妹 但是生了這個女兒之後 其實一個都嫌多 就是… 就是她是… 就是我自己認為她是比較… 就是很難搞的 就是… 就是哪有這樣的小朋友 我都說 你將來找男朋友 你找到一個像爸爸那樣就可以了 因為你都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人 所以呢 你找回一個爸爸那樣的性格的人就對了 我跟老婆說 如果她嫁那天應該我會哭得很厲害 以後的日子 那哭完之後呢 以後的日子就應該是很安寧 真的嗎